大家好,我是普克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Skychop分割各区域平面 其中,重点是使用线条工具对建筑区域进行封面 难点是快速分割,步行主到平面 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右侧点击黄色按钮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Skychop分割各区域平面 使用援护工具再一次进行弧度走廊的绘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橡皮擦工具将多余的线段进行删除 再使用援护工具对不合理的线段进行一个删除 确保履线的圆韧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侧也需要使用无线进行补齐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旁边 绘制 矩形 绘制 水池的效果 按住Counter键 单击四条边 进行一下移动 再次使用Counter键加选 选中边 使用旋转转工具 按住Counter键进行复制旋转 随后将多余的线段进行删除 左侧也进行同样的操作 绘制 矩形 移动下方的直线 使用橡皮擦工具将多余的线段进行删除 再一次绘制这一侧的路径效果 使用圆户工具配合橡皮擦工具进行绘制 绘制矩形 使用直线工具进行分割 选中矩形的边 再使用矩形进行框选 将多余的线段进行删除 向下按住Counter键进行移动复制 再利用橡皮擦工具 将多余的线段进行删除 再使用圆户工具绘制小广场的弧面 将多余出来的线段使用橡皮擦工具进行删除 在下方也绘制相应的弧线 使用直线工具绘制广场的细节模型 将上下左右四个角的弧线进行一下绘制 使用辅助线向上进行推拉 好了 本节课程就讲解完成 我们下节课再见 学设计上虎课网